大家好 我是蔡律师 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谈一下不同年龄段的申请人 办理绿卡的策略 那为什么要录制这个视频呢 因为我们看到这里面存在有一些反差 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已经有美国绿卡 但是这个绿卡可能对他的意义并没有那么大 甚至有一些人希望放弃绿卡回流 这一点对于在加拿大的移民等等可能尤其明显 那么另一些人他可能非常迫切 或者想要需要绿卡 但是又不容易拿到 那这种反差在很多地方也都是存在的 那具体到绿卡申请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情况 我们律所的客户有很多是二三十岁的 当然也有一些是四五十岁或者年龄更大的 那么这个一般在中间的年龄段 比如说四十多岁 五十岁 这些人他们很有可能拿到绿卡 但是对他们来说 有的时候相对的成本收益并不一定有利 因为他要在中国的退休还有相当的一段时间 那如果这个时候放弃在中国的积累人脉 到美国重新开始 可能又不容易找到和此前能够相当的这样的事业机会 那对于比较年轻的人来说 那情况又不一样 比较年轻的人 他可能在美国找工作会容易一些 但是要办绿卡却又更难 那就存在有这样的矛盾 至于年龄更大一点的呢 其实倒不是问题了 年龄五六十岁以上的呢 有的人在中国 他就准备退休了 或者呢 他办绿卡也都更多呢 是为了孩子 那么孩子呢 只要还没有超零 可以和他一块拿到绿卡 哪怕超零了 他再拿到绿卡以后 也可以给孩子办金属移 那只有在中间呢 四五十岁年龄段的人啊 可能会有更多的犹豫 所以呢 平常有的时候有的人讲到 啊这个美国绿卡很难办 要是早拿到 早一段时间 一个月也是好的 有的人提到呢 说美国绿卡对我用处不大 那我看到周围很多人 都放弃绿卡 回流返回了 那这个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都是正确的 因为他有这个不同的对象 不同的人群组成 所以呢 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 小马过河 你要相应的来分析 像前面提到呢 哪怕年龄不太大的人呢 比如说他的孩子可能现在十岁十五岁啊 或者在中间这样的年龄段 那他们呢 办理绿卡呢 也可以为了这个孩子啊 这个角度 哪怕他本人拿到绿卡以后 比如说再继续在中国工作一段时间 那么怎么保持绿卡呢 他可以办理的回美证 reentry permit 这样呢 我们看到有我们很多客户 像这样他 人平常不在美国啊 但是呢 只要办理了reentry permit 在美国境外两年三年四年 都可以不受影响 那他的孩子呢 和父母一起已经取得的绿卡 也不受影响 可以在美国继续上学工作 那么哪怕父母将来 这个没能保持绿卡 孩子拿到绿卡超过五年以后 还可以加入美国籍 然后呢 作为成年美国公民 给父母办绿卡 可以不受命额限制的影响 没有排期等待的因素 所以呢 总体来说吧 我们看到的情况 在这个尤其很多中文的媒体 自媒体上 有的人提到说 哎呀 现在工作不好找啊 我要润出国啊 有的人讲到说 哎呀 润出国了以后没有前途啊 好多人都返回了 等等 那这个呢 都有可能是正确的 像前面讲到的比较年轻的人 二三十岁的人啊 那他这个出国以后呢 国外的身份 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助力 要适应也更容易一些 年纪大的人呢 有的人他有更多的专业成果 搬起绿卡来可能更方便 但是拿到绿卡以后 在美国的这个事业发展 有的时候相对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他的预期也比较高 但是呢 他仍然有其他的办法 可以保持绿卡 也可以帮助家人解决身份问题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不同年龄段的人 办理美国绿卡相应的策略和考虑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